中秋节 每年8月15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关于中秋节的由来,还有一个传说呢。 在很久之前的一天,天上突然出现了十个太阳。 水流都干涸了。 庄稼也晒死了。 老百姓眼看就活不成了。 这件事情惊动了一个名叫后裔的年轻人。 他决心帮助老百姓摆脱困境。 于是,他勇敢地登上了昆仑山顶。 口气射下了九个太阳。 后裔对最后一个太阳说。 从此以后,你必须按时升起,按时落下。 不准再危害百姓。 最后一个太阳下得直发倒,赶紧答应下来。 后裔解救了全天下的百姓。 后裔解救了全天下的百姓,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不久以后,他娶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妻子,名叫长阁。 后裔解救了全天下的百姓摆脱困境。 后裔应勇的事迹吸引了很多人来拜师学义。 彭蒙就是他的弟子之一,但后裔并不知道他是个大坏蛋。 有一天,后裔路过昆仑山,碰到了王母娘娘。 娘娘给了他两粒仙丹说。 这仙丹吃掉一颗就能长生不老,吃掉两颗就能立刻成仙。 以保护百姓有功,这仙丹就送给你吧。 后裔舍不得吃掉仙丹,就拿回家交给妻子包馆。 不料却被彭蒙看到了,这个坏蛋就打起了仙丹的主意。 有一天,后裔带着他的学徒们一起出去打猎。 彭蒙假装自己生病不去,留在了家里。 后裔带着学徒们走后不久, 彭蒙就拿出剑闯入屋子里,恶狠狠地对嫦娥说。 哈,把仙丹交出来。 嫦娥知道自己打不过彭蒙,她心想。 彭蒙是个大坏蛋,绝不能让仙丹落到她的手里。 于是,她冲到屋子里,拿出仙丹,咕噜一口就吞了下去。 嫦娥吞下仙丹,她慢慢地飘离了地面,朝天飞去。 嫦娥就这样成了神仙丹, 她祈求王母娘娘,让她离人间近一些。 王母娘娘说, 月亮离人间近,但是那里十分寒冷,你愿意去吗? 嫦娥坚定地说, 我愿意。 后裔想去找彭蒙报仇, 但是这坏蛋早就跑没影了。 痛苦的后裔仰望着夜空, 深情地呼唤, 嫦娥,我的妻子。 突然,她惊奇地发现, 月亮上好像有个身影在晃动, 咦,那不就是嫦娥吗? 她没有看错, 那是嫦娥在月宫里朝着人间张望, 正寻找后裔呢。 后裔连忙让人在月亮下摆上小桌, 放上嫦娥平时最爱吃的鲜果和月饼, 向月宫里的嫦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百姓们听说这件事后, 也在月亮下摆上点心和月饼, 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和平安。 后来,每逢八月十五这天, 人们都这么做, 久而久之, 就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的中秋节。